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台北市的政府复发言员 黄静盈 欢迎学姐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静盈 今天算是黄美眉 律师惠子欢迎 大家好 作家若全哥欢迎 好 主任好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 黄世杰梅华两位大忙人 你现在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的心情如何 你觉得我要问问问 我一定要成功地 帮我们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天哪 给我一个长假吧 举红牌 请举牌 柯P看一下 明天假单要准备写好了 完了 你举得超快 你要放假 副市长还有一半一半好不好 因为我不太可能放假 所以我就只能 我想 一个是官方的 一个是理想的 然后这是实际的 对 那你 我每天都在这样想 毫无悬念 每天都这样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副市长其实 大家看你是非常干类的女强人 看你小时候 其实你是家里的老妖 老妖每天是听说 只有一个工作就负责玩 玩耍 这么嗨 因为我小时候 我哥哥姐姐都比我大十几岁 所以我出生的时候 他们都去念书 所以家里就是我 那他们都是军人 其实我们爸爸是公务员 警察 这是你吗 对 这是我 然后我是混到六岁 都没有去念幼稚园的小孩 就每天在家里玩 对 然后到六四园吗 我没有念幼稚园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啊 这样才会玩到开心 应该是说在我小时候 应该是我是一个快乐童牛 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 那这样子没有什么压力吗 没有跟上 其实还好 也还好 因为我有个哥哥比我大 小哥比我大六岁 所以他学什么我就学什么 所以他学啵啵啵 我就学啵啵啵 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 他再学ABC我也会ABC 这段应该要打一个小孩子 不宜观看 对 快乐儿童 对 儿童不宜观看 就是这样随便在家里学学 不用上课 老师用不教也没关系 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 来看一下 这是北一女 乐队的制服 就这样考上台北市第一志愿 北一女中 那一年十五岁 是 那我在凤山念了三个小学 在马公国小 然后凤山的两个小学 对 在凤山的国中毕业 国中毕业之后 爸爸就调到台中 那我想说高雄 要到台中我也不认识 那就去台北念书好了 所以我一个人 就跑来台北考试 然后我就考上了 对 等一下你讲得好快 中间我们录一段 就来台北念书好了 然后就考上 就念了一女中了 我功课还不错 所以我就这样想说 要念就要念最好的 我就想说去试试看 因为我知道 我的成绩应该不错 所以我很勇敢的 十五岁就离开家了 然后就来考试 然后就考上了 考上之后 就一个人在台北租房子 然后就上学 其实就非常的 开始了我十五岁的 北漂人生 好顺利 他讲了两遍 就是上来就考上了 就考上了 我念书花时间不多 但是我上课很专心 就要告诉小朋友 上课专心不用补习 再打个金玉好了 要逼死谁 好 那时候就如愿考上了 这个一女中 也进入乐队 那当然一女中 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 你那么聪明 那进到一个 可能很多很聪明的同学 都是聪明的 对 所以进到这个环境里头 有没有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进到乐队 每一年念乐队 乐队要功课更好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要功课更好 才能够进乐队 乐队要练习 要跑步对不对 还要 又要做 因为我们还要扛那个 步枪 像我 不是 不是 他是 那是仪队 仪队 仪队 我是吹一个tuba tuba是一个很大的乐器 所以要是最大的那个 有没有 最大的有没有 还有一个圆圆的在上面 你还有体力扛那个 然后还要跳舞 对不对 对 还要走位 所以其实是要练习很久 所以假日几乎都要练习 所以晒得五七八黑了 所以整个高中三年 算是也是个非常快乐的 一女中 小绿绿的生活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不太会不快乐的人 就是我每天都蛮快乐 就是就算考不好 就觉得没关系 明天再来 你没有考不好的时候 听到现在 有了 有了 我大学其实没有考得很好 大学真的没有考好 就是考上台湾大学而已 就是那一所而已 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 没有考上比较好的系 对 你讲到这个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你从这之前是律师 但是可能不知道 你一开始考上是台大大气科学系 但是你后来你转系 也是随便一转 就转到台大法律系 对 也没有花 就也没有多难 就台大法律系又转过去 不知道怎么回家 其实那个时候念台大大气科学 其实我喜欢科学 所以其实我蛮喜欢物理化学的 所以本来是理主 理主 理主 我是念理主的 那念了之后其实就在想说 我一定要找到我自己的兴趣 因为那时候还不太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 所以就先念 念了之后 发现隔壁那个教室 怪怪的人这么多 爆满 然后我们这个教室 都翘课翘光了 我就去上个厕所 然后看一看 那个教室是法律系的课 然后那个大礼堂满到还爆出来 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记笔记 然后老师的讲台上面放了一两百台 那种录音机 我想说是什么地方 去看一看 听一听 好好玩 他讲的是人的权利义务 然后你跟法律关系 你跟人家发生事情 继承你有没有愤这些事情 我觉得跟人的生活很有关系 对 那我就来发愤图强好了 再把我大气科学系的功课 弄好一点 要拿到书卷奖才能转系 还有现场到书卷奖才能转系 书卷奖比较容易转系 OK 就顺利就转过去了 其实这两边差很多 差很多 而且完全不大嘎 大气跟法律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而且我在想说 大气科学系 我大概只能做到气象局局长吧 所以还是算了 放弃这个工作好了 你念法律系的时候 你本来想出国宣扫 对 那时候我到 因为念法律就要念德文 去德国 我就是要当法学教授 所以我是一三五当家教 二四六学德文 然后我就想说 我大学比我就要去德国念书 那我也申请了 然后机票都买好 然后后来就 因为家里毕竟爸爸刚退休 其实没有 德国不用学费 但是要有生活费 然后哥哥姐姐其实都是军人 其实也不是很充裕 后来想想 那我就 同学就说 那你就来考个律师吧 其实我当当法学教授的 怎么想要考律师呢 我就想那我陪你去考考看 就我考上了 我就考考看 就考上了 所以我的人生就很奇怪 就是我都是要 考什么没有考上过的吗 没有 我就只有考这个 我都没有去考别的 你到现在还没有被打过吗 等一下我要讲一下 他不只考上 他是考全国第十一名 对 所以我呢 听说你会同学气炸了 当场摔眼镜 我刚刚跟你讲 我一三五上家 叫二四六学德文 然后他们念书 也就图书馆 那每天都没有离开过图书馆 对 他们都没有 然后我就每天晃来晃去 然后他们就觉得 这个家伙怎么可以考得上 我的学弟还把眼镜 砸在地上 直接踩破 当作我的眼镜 就是成语动作片 叫跌破眼镜 跌破 对 那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很驚慌 因为我算是我们班上考最好的 我们班上很用功的 那些同学 每个人应该就觉得我很奇怪 因为我不是那种 很用功的学生 加上我只有念三年 别人念四年嘛 我念三年 你要问一下 考过国考的会值 听到这种人 我就没有很用功 就是这样子 随便念就考上 所以我刚刚讲 他怎么还没被打过 因为我们的官力 这种人都在被打的 怎么可以这么 别人考得钥匙 还有人考了十年才考上 你读了三年 然后考了第一年就考上 你真的太过分了 而且运气很好 其实他虽然讲得很轻松 但是我觉得就像他讲 他一定在某段时间 太专注在念书 我就听到现在都觉得很轻松 对 我就听到他讲得很轻松 对不对 还可以去家教 可以去补德文 所以我就说 你读书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要认真 当天要搞清楚 不要等到事后再复习 我跟我小孩都这样说 我每天像我现在每天工作这么忙 我一定当天把所有东西再看一次 我第二天就会记住 我就不会再去要去翻资料 对 对于一个这么聪明优秀的女性 谁敢挑战你呢 你后来当律师 你后来也从政 只有一个人 你的儿子问你了 蜡烛两头烧 到底工作跟他谁比较重要 他小时候问我 然后他就说 妈妈你为什么都不在家 然后你为什么都去服务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讲不清楚 他就说你我比较重要还是你的工作比较重要 后来我就索性 因为我当时候当议员 当议员真的很忙 然后我因为我做很多法律服务 我每个礼拜都有一次的民众来排队 进来挂门诊这样子一个一个回答 后来我就把他带去 然后他就会看到来问问题的 比如说他们家人有人车祸 然后爸爸什么又生病 然后他就 然后这些人来问我怎么办 然后我就帮他申请看看 能不能有社会救助 或者是车祸 我能帮他写一些状词 教他怎么去打官司 我儿子看一看就说 我就问他说 妈妈这是妈妈的工作 然后他就说 他回去就跟我说 好吧 他们这么可怜 那你就帮帮他们好了 从那大概三年级 他后来就不再抱怨 对 儿子的领悟力也是非常高 他看到比他惨的人很多 而且来的人就真的是一把 他会觉得说 他怎么这么可怜 我说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你将来 妈妈出去 你出去会说 你妈妈以前有帮我的忙 这是妈妈的心愿 他有写给你一张卡片 让你体会到其实身教很重要 他写什么 是啊 因为我那时候把我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是已经在生我 我说他年纪比较大 我把他接到台北来 所以我就礼拜六 礼拜天就带小孩去陪他住 睡 跟他一起睡 然后有时候他会帮我带小孩 然后后来我有一次 我儿子就写一张 母亲节卡片给我 他写 妈妈 如果你老了 我会每个星期都去看你 还陪你睡觉 也会给你钱 就是完全是我做的事情 他全部看在眼里 亲情跟面包都给你 然后就写下来 然后就送给我一个卡片 我看到那个卡片 其实第一个感觉是很感动 第二个就是 原来你做的事情 孩子都在看 对 所以他就是 我老的时候 他会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这个孩子我觉得 让他看到 其实父母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好 其实职场家庭两头烧 惠子你也最有感受 像我的孩子也是从小就跟着我 然后在我办公室旁边就有休息室 但还会这样子听到别人在哭 他会很惊讶跑到那个门口旁边 对 他会偷偷听 然后就跟我说 为什么那小姐姐要哭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对那个人情事故反而了解得更多 我觉得没有不好 但是我觉得职业妇女两头拼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能够失去自己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像我儿子写给我卡片 刚刚跟他不一样 我一直告诉我是说 其实我儿子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的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我将来结婚你要帮我带孩子 我说为什么 他说 你不能想的权力不尽义务 他也要 他应该也要当律师 对 我想说 你至少也要帮我带个五六年 像我这样国小 要念书之后比较轻松 你才能把孩子还给我 我觉得就像那个副长讲 孩子其实都在你生活中去学习 就像我刚刚跟副长讲说 我都在运动 相同的孩子就陪着我们一起运动 所以我觉得职业妇女 不应该去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 去迎合你的孩子 你应该带领着你的孩子 进入到你的生活 才能共鸣你们共同的生活 我觉得观众听到这边觉得 好像什么事情都很顺 你这一生好像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要问一下你 谈恋爱也这么顺利吗 我那时候结婚 应该说简单就是 一年就结婚了 然后就没有想太多 一年就结婚 你都很快做决定 对 那时候听说是远距离嘛 也还好啦 没有 没有 还好 但是就是要 反正做事情 我做事情比较果决 没什么时间浪费 连这个都是这样 想要浪费一分一 每一件事都很孝 我觉得基本上到现在 听到心想事成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结婚就有很大的挫折 对 还是会有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听下去 先请观众 好 学姐你真的是一个网路节目 一戏爆红 听说你一开始是想要当主播的 是 没错 每个念新闻系的女生心里 应该都有这个梦想 我没有 我是新闻系的 看我快真的当主播 对 念新闻系之后 就想说要当主播 不过因为那时候大学都有面试 所以一进去面试的时候 教授马上第一题就问这个 你要当记者还是当主播 对 然后我就没想太多 我就说当然要当主播啊 然后教授就一脸铁青看着我说 你没有从记者开始做起的话 你不会做一个说故事的人 你怎么当主播 你怎么表现这个故事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 对耶 就是好像记者才是 这叫做买刀姐新闻系的 买刀姐我们新闻系的 就是要从这个挖掘的过程中 你才可以知道这个故事长什么样子 你才会知道怎么包装这个故事 或怎么告诉别人这个故事 所以才知道说原来记者跟主播 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说故事 一个是挖掘故事的人 没错 你毕业之后你开始跑政治新闻 那时候跑市场之争 就是柯P跟连胜文 但是你天天连TT对战其实当时是连胜文 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蛮特别的 蛮诡异的 缘分就是这样 对 就是缘分就是这样 因为14年的时候 刚好一个学姐的介绍 我就进到ET Today当记者 那从网路开始就是 敲敲键盘 然后从电脑上开始收集一些资讯 然后开始写新闻 结果那时候被分配到2014年的台北市选战 刚好就是连胜文对战柯文哲 不过我被分配到的是国民党这条线 所以我就相对的去跑了连胜文 那时候对柯文哲的印象就是觉得 他好像就是穿一个格子的衬衫 然后戴一个那个高腰裤 然后皮带系很高 然后穿这个手机放在上面 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凶的医生 还是一个阿伯的那种感觉 贵贵阿伯 对对对 但没有跟他有太多接触 因为就是我对面的线嘛 所以就没有太多接触 反而比较多时间是跟连胜文 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扫街 去市场 然后早上扫市场 晚上扫夜市 所以就用一种不同的角度 看政治人物的一个日常或生活 所以那时候压根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跟柯P这么紧密的联解 完全没有 而且我那时候还有点害怕他 因为他在四年六年前的时候 个性比较凶一点 然后表情比较没有 现在笑得很开心这样子 那时候都很严肃 然后谈到一些话题的时候 他会突然声音有点低 然后讲话很严肃的感觉 我就每次访他的时候 都不太敢问问题 因为很怕他一个眼神沙过来 然后就涩涩的发抖这样 所以那时候对他还蛮有距离感 不太敢跟他讲话或聊天这样子 你那时候写的连胜文的新闻 听说那时候网路的点击率很高 但是你却觉得 这好像不是你想做的工作 对 因为那时候网路上这个 对台北市选战的讨论很多 所以我们就常常在网路上写一些 好玩的新闻 写一些花边的新闻 选战大家就喜欢看一些 花边的新闻嘛 我就写说他这个衣服啊 穿什么牌子啊 鞋子穿什么牌子等等的 那这种新闻在网路上 点击率非常高 我曾经拿过全网站的第一名 然后还因此拿到了奖金 什么新闻啊 就是写说衣服穿什么 然后就是因为这点击率很高 我拿到奖金之后 虽然觉得很荣耀 可是又觉得跟当初我自己想象中 记者那种挖掘新闻真相 然后现在大家应该有看过很多那种影集 记者就是要到处拿着一张一支笔啊 然后一本书啊 这样到处收集资讯的那种 跟我想象中的记者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虽然这个工作是我梦想中的工作 然后很想要做到 我也真的做到了 可是这个工作好像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就开始有一点迷惘 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对 就是到底什么是新闻 这个新闻跟你想象中的新闻不太一样 因为就是跟我当初在学校里面教的新闻 有点不太一样 这什么新闻系都有一样的感受 所以后来你出国念书了 年轻人寻找自己 你到英国 这是那时候脸书的照片 英国去一圈脸也圆了一圈 结果到英国你还是觉得 跟你想的也不太一样 对 因为要出国念书这件事情 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从小就是念学校家里附近的学校 所以每天只要坐公车坐捷运或走路就可以去念书 然后又走路回家这样 那爸爸对我就是比较管得比较严 所以爸爸就是每天定时就会打电话来问说 你在哪里啊 要不要回家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从小对家里的依赖蛮大的蛮高 然后三餐也都吃家里这样子 家里常常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出去玩啊 可是要出去念书你就得一个人去 那那时候爸爸就有问我说你有没有想清楚 我就说有有有我想清楚 其实心里就想说终于可以脱离 所以就自己搭飞机到英国 才没想到原来在那边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要怎么洗衣服 煮饭要煮什么 然后放学回家还要自己煮饭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今天要吃什么 甚至是在那边遇到很多种族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不太敢讲英文 然后比较常也是跟台湾的同学在一起 然后要点餐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困难 因为英国人的英国腔 每个人都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会有点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那当他第一句话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我就有点会害怕 会说 那那个英国人看你好欺负 就会开始就是 可能讲一些你听不太懂的 那后来就开始比手画脚 然后常常觉得说 这个外国人好像听不懂 我在讲什么的时候怎么办 那有几次就跟几个英国的同学 开始有去酒吧喝酒 就是用这种方式开始跟他们聊天 就越来越顺 就是比较能在英国生活 所以你其实有一段时间 是一个人在过生活 而且这样的一个人生活 让你觉得很崩溃 常常享受一个人的孤单 因为宿舍里面就是你一个人 回到家以前都是有爸爸 问你说今天有没有吃饱 今天在学校做什么 结果一到宿舍里面 就是门关起来就很安静 然后也没有什么夜市可以去 也没有朋友可以约 那就念的书 有时候也看不太懂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去英国念了很多书 是哲学相关的 所以在台湾根本没有接触过 这些东西就是找不到一个成就感或归属感 所以在宿舍里面就会一个人看着书 然后越想越多 就会很崩溃这样 就曾经打电话给妈妈 然后哭了一个晚上 大哭了一场这样 把所有的压力都释放掉 结果我就哭着哭着都睡着了 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 电话还在 就是打了七个小时的电话 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醒来了 那有没有生气的好一点 对 就是很完全地呵护我的这种 好棒 很感谢 若玄可你怎么看 她的人生好像一直在追求 怎么后来跟她想的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有时候对人生 未来的下一个阶段的想像 是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 那如果像学姐过去的经验 是比较单纯的经验 她对比较复杂的事情 可能就没有办法想象得很具体 不过今天两位皇室姐妹的话 是对造主 像副长她就是她目标很清楚 所以她冲的时候 她应该也会碰到很多 困难跟挫折 可是因为她目标很清楚 她就会忽略这些困难跟挫折 她就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那学姐可能是 真的没有听到什么挫折 可能等一下有 然后学姐可能是因为 她只是想离开家换个环境 她没有一个具体追求的目标 所以她一开始碰到这些 困难跟挫折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严重 但是历练久了之后 她反而会形塑出 未来人生的某一个 新的目标出来 所以我觉得她们是 过程不太一样 一个是这样走 一个是那样走 可是到最后都活出了 自己要的人生 好 但有时候人生 真的很多意外会发生 有时候觉得什么 突然天灰灰的一片 这时候要怎么样看得到 蔚蓝晴天呢 先听完稿 好 自己掌控的事情 每一样都可以做得很好 考什么就考上什么 但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控制 在2015年的时候 副市长你生了一场大病 当时的情况跟心情是什么 我2014年选第五任的议员 其实我已经选了 等下前面已经选了 20年 所以我当我愿意的议员 所以我当我愿意的议员 对 其实大概就是 因为我在雪民服务做得 还蛮认真 所以其实我都是很累嘛 然后刚选玩具 其实会比较 身体会比较累 那那个时候就大概就是 天气也变化大 所以我就在家里倒下去 我有点晕眩症 所以就倒下去之后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加护病房 然后也住了一阵子 然后后来就慢慢就恢复了 其实也没 现在都痊愈了 那只是说人生碰到一个很大的病痛 然后以前都是我可以掌控自己的 包括工作生活 就发现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所以那个时候给我很多的shock 就是原来我自己以前因为工作 把这些身体弄得很糟 做鞋也不正常 因为做民意代表 大概就是吃三餐都不定时 然后又时间过长 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 因为这样可能就不太去上厕所 不太喝水 那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受影响 所以才发生 我在躺在那边的时候 在想说我如果可以好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的人生 其实没有什么遗憾 但是我还有一个13岁的孩子 还有一个85岁的母亲 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两个 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十几个跟着我二十年的注意 就是我要承担很多跟着我的人的这些责任 我那时候就想说 可能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所以这个病对我的 刚刚讲的那个顺利的人生 其实有很大的启发 就是觉得第一要珍惜健康的身体 第二个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还没做的要赶快做 所以我会做的 我做了两个事就是 我做了一个表 叫做要做的事 还有一个表 叫做不想做的事 对 所以我现在呢 正面表列封面表列 你都列出来 这五年呢 哪个比较长 原来不想做的事比较长 然后小做的事呢 当然还是有 但是那个比较长 所以这五年呢 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 那个不想做的事 全部禁止 然后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每天加薪的 所以我已经不太 就是有点像那个 随心所欲了 其实你已经开始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从你生完病 当然第一个 就是要回过你的人生 你有什么事情 是你还有一些去想的 那有一些 才发现说 原来其实人生 还是会做一些 勉强自己的事情 然后慢慢慢慢 现在就是希望能够 不要再勉强自己 做的事情 就是做自己 喜欢想做的事 第三个就是 我的生命很短 所以我没有时间 跟你们升起 所以我要每天都很快乐 然后每天都活个够本 所以我现在每天养神 然后运动 喝水 然后上厕所正常 让大家 让自己的身体 变得非常的规律 所以现在反而 我接下来要跟科市长 我们228 我要跟他一起去 骑脚踏车 对 然后今年我要去 跑马拉松 所以我觉得他很正向 他仔细病也是个礼物 他很快就 提醒你 要停下来想一下 对 那隔年其实2016年 你也出现重大转折 又非常快速的离婚了 对 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前面有这个病 人生就会有开始去想到一些事 所以其实应该说本来就有一些状况 但是也没有去处理 那其实就是也是尊重孩子的想法 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 所以其实那时候做的选择就是很平和的 大家就协议离婚 那孩子跟我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快乐的单亲妈妈 然后这几年都是孩子在照顾我 因为我那时候生病 其实我最感动就是 十三岁的孩子是那个照顾我的人 然后他的叛逆期变得很短 因为他每次想要举取钱 跟我吵架的时候 就想让妈妈在生病 就不得生气 所以那个叛逆期 让他成熟很多 他要记得他小学三年级写的卡片 对 要一直照顾你 所以那个时候我都觉得 这也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让我的孩子在那段叛逆期间 我的病让他觉得 他应该要成熟成长 然后成为那个照顾妈妈那个肩膀 所以我都觉得这是 这段过程是我觉得 我到现在为止都觉得 这场病 其实我是很惜福很珍惜 如果没有这场病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 像现在这么正面的去面对 我未来的人生 他把一个疾病讲的是一个 好正向的一个礼物 对不对 而且给你很多的启发 你因为这个病之后 你刚听起来是 你想要做很多 让你开心的事情 所以做很多的决定 也包括了离婚 这可能是让你更开心的 就是那个要抵抗吧 对 就是抵抗 全部都抵抗 就是不喜欢 不想做的或别想的 就是把它抵抗 人生最贵是时间 对 容不得浪费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儿子已经满十八岁了 还开车载你趴趴走 他第一天拿到驾照就说 我带你我来开车 这是我的车 这是你的车 对 然后我现在变成他的车 好可爱喔 他说这是你去迪士尼 买给他的 他买给我的 他買給你的 OK 他去夏令營 他去買給我的 對 就是他買的 他知道我喜歡那個爆爆龍 那個小玩具總統的那個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送我爆爆龍 我家裡其實有一大堆朋友 送的爆爆龍 那天還有人送這麼大一個 全春仙桶給我 發現爆爆龍的東西不多 所以要到處去找 那他會去找給我 你在難過的時候 他有做什麼 讓你覺得特別感動的事情嗎 他我難過的時候 他其實這是一個小男生 男生不會表達 他有時候 就是我有時候說給媽媽抱一下 這麼大已經不會給我抱 他就這樣給你拍拍肩膀 拍拍 這就是他最好的擁抱 但是媽媽就會想要 其實是我需要擁抱而不是他 那他就是這樣 好... 我就覺得我好像變成小女生 但有個還... 他現在在我身邊我覺得都很珍惜 因為他將來一定會飛走 對... 而且媽媽也不想變成他的前伴 對... 其實面對人生的低潮 我覺得他做很好的示範 他快速的轉念 然後給自己訂了更好的一個未來 若群哥你怎麼看 在面對低潮的時候的建議是什麼 我覺得他很容易就是覺察跟自行 他中間有個很重要的核心力量 可能來自於這種軍警的家庭的影響 他有一種勇敢 你有沒有覺得 他就碰到什麼事情 他有一種冷靜的勇敢 那這種勇敢 要保衛家人 保衛身邊的人 對 然後為別人著想等等 但是面對... 因為以前都滿順的 那我們碰到逆境的時候 我覺得我看到三個很重要的特質 第一個特質其實就是 其實我當下就願意承認自己的軟弱 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我就一定要跟以前一樣 那麼強悍 那麼厲害 我覺得願意接受自己 有軟弱這一面是很珍貴的 第二個就是你要在當下 接受所有的發生 因為很多人一旦倒下去 或碰到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他就說為什麼是我 我怎麼這麼倒楣 我都幫別人著想 那為什麼倒下來是我 可是我覺得他沒有 可能在加護病房的 醒來的時候就已經接受說 我覺得身體是很重要 那第三我覺得是 我們要積極去面對內心的恐懼 就是說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他剛才很快地講 就是不想做 不能做 不該做 其實這個都以前是害怕的 因為他以前如果不做 他會怕失去一些東西 那有一天他會覺得說 我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我就可以抵抵他 包括他覺得是有 勉強的婚姻關係 我覺得這是需要 很大的面對的勇氣 那人生的困境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困境 都像是隧道 只是有些人是很短的 有些人是血睡這樣 要走十三分鐘 那再難過就是會度過 就是要慢慢地去倒數說 只剩下一公里了 你就會找到洞口 我覺得好棒 他都好容易都可以出洞口 這個我就要跟他學起來 這個高校的 管理自己的人生 高潮低潮都一樣 好 這個靖瑩 你之前是跟柯P到處跑 那現在是跟副市長一起工作 你說光跟他們吃飯喝咖啡 就覺察很大的不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市長 就是一個效率很高的人 然後他很喜歡吃飯的時候 就是要吃很快 曾經計時過大概 最高紀錄是六分鐘 已經算是很勉強他 因為你有在旁邊跟他說 慢慢吃 慢慢吃這樣 所以他大概六分鐘 可以吃完一個便當 甚至是我們曾經有去 外縣市的行程 就找市長說 市長我們去喝杯咖啡 因為外面有那種 很漂亮的咖啡廳 結果就帶他坐到咖啡廳裡面 一坐下來 他就問說 咖啡呢 咖啡要煮 要沖 就是要慢慢來 然後好不容易咖啡 送到他面前 兩口就喝完 就問說 下一步要幹嘛 然後你就會覺得 怎麼一切都那麼緊張 你就是沒有辦法 好好地坐下來 在咖啡廳喝咖啡 可是後來跟黃副之後 黃副就有時候在行程中間 他每次問我們說 這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去大吃一餐好不好 今天已經這麼多行程了 大吃一餐可不可以 然後我們就找 真的是找好吃的餐廳 然後給他看過 他說好 那我們就去吃 我們就真的去吃一餐好吃的 所以就他們兩個個性 雖然說有些一樣 有些又不太一樣 譬如說他們兩個 都很堅持某些事情 有些有他們自己的堅持 可是真的在生活上的態度 他們兩個比較不一樣 完全聽得出來 你覺得比較開心跟生氣 那麼不錯 不是 我覺得 我們都已經這麼累了 為什麼不把自己 在那個時間可以吃一餐好吃 而且那天還是過年對不對 還在去餐廳沒有開 到處打電話 因為市長的問題是 他們分不出來好不好吃 他們就吃飯 不是喝咖啡嗎 對 重效力 有一個動作 你覺得滿窩心的 你有一件外套 後來副市長幫你準備 對 有一次在過年期 不知道是冬天的時候吧 我穿了一件 從韓國買回來的外套 也是有點 那時候就流行 女生流行穿那種 一層一層 很像米其林的那種外套 然後我就穿著 然後陪黃褲去跑行程 他就看到我這件外套 他就看著我說 你這件外套我也有一件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那你是 想要我身上這一件嗎 他就跟我說 可是那一件 我有點穿不下 我拿給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真的嗎 是 好 謝謝這樣 然後後來 每次他看到我穿這件外套 然後他就說 對 我一直還沒拿這件外套給你 有一天早上我進辦公室 八點半的時候 那件外套在我桌上 然後我就 我桌椅想起來了 對 我就覺得 真的拿到一件外套 而且是很新的外套 然後就當天就穿著它 出去跑行程 很窩心 就是覺得 其實老闆有在觀察 我們平常生活啊 然後甚至是吃飯有沒有好好吃啊 然後看我們穿著 他就覺得這件外套可以送給你 真的有在關心你 所以我的助理都跟我二十年了 所以是媽媽的這個身分 讓你比你的比較有同理性 沒有 我覺得就是你要讓 因為人能夠在一起工作 它真的是一個緣分 就是說他會跟著你 所以我有一個二十六年的助理 還有三個二十二年的助理 一個十八年 一個十六年 也就是說從我當議員開始 當律師開始的那個助理都在 所以其實都沒有走過 所以我想說 這些人怎麼都沒有流動率 所以我就把他們當家人 我說剛剛才跟學姐說 我說像我以前的助理 他們都跟我差個幾歲而已 可是他們每個人結婚 我都覺得我自己好像是丈母娘 我又會覺得有那種家人的感覺 所以其實他們也把我當家人 就包括我這個病 其實照顧我最多的是我的助理 他們每天輪流來我家陪我睡覺 結果我們家管理員想說 這個人生活怎麼這麼複雜 生活都很粗粗 不同男生 女生 每一天都會不同的人來我家 就是他們擔心我 但是我小孩小 他們就覺得 三次小孩怎麼照顧 他們又輪流來陪我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這是一個緣分 所以到底是怎樣 我就覺得像我們家 包括我小孩的衣服 因為我小孩 我小孩的衣服是我A助理 B助理 C助理 全部都輪過 就是我小孩的衣服又給他 他生完再給他 就是我們是那種 很像那個人民公社 我們是一個那種 互相分享的團隊 所以其實大家感情都很好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我覺得是緣分 我覺得一直都覺得 我都覺得 我那時候我就跟你說 我在家戶病房想的 就是我媽跟我小孩 跟我十幾個助理 其他都沒想 我們都說政壇變變變 但他身邊不變 都是他的助理 一樣的臉孔 我們先進廣告 從眾之路真的不好走 很多人都會羨慕這個 突然爆紅的人 但是一戲爆紅 到底是福是禍呢 我們來問一下學姐 這個網路上討論 妳的美貌 顏值的文章 實在太多了 但聽說妳從小 就不覺得自己是美女 對 我小時候 這張超級可愛的啊 這是我大概四五歲的時候 好可愛 出去 跟爸爸媽媽出去玩 然後我爸很喜歡拍照 所以他以前就會用這種 要洗底片出來的相機 幫我拍那種 很唯美的那種照片這樣子 對啊 好可愛 討人喜歡耶 但是我小時候 不太覺得自己是美女 因為我從小 就是一個很不太 有點怕生的人 就很慢手心 再加上念了輔大之後 哇 更不覺得自己是美女了 走進校園開始 哇 全部都是美女 再加上我們現在也有很多 同系的好朋友 譬如說主播房葉涵 她就是我們的大美女這樣子 就直到一日市長幕僚 這個東西出現之後 才突然覺得 我好像有被大家關注到 那那種關注是 很突如其來的 就是人家說什麼 一個人的一生 只有十五分鐘成名的機會 是完全體會到 因為睡覺起來之後 整個手機的訊息是爆炸的 然後臉書的邀請啊 然後留言變得好多 那一開始還覺得說 哇 大家都有看到我 很欣賞我 覺得非常的欣慰 不過政治就是這樣 就是瞬息萬變 有一天的這個臉書 或者是上了一個節目的片段 就被放到網路上 下面就開始好多不同的留言 一開始其實我沒有看到 那我還睡了一個晚上 隔天是有記者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你這個事態好像有點不太對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有一天晚上我就想說 我想看一下大家都在寫什麼 我就坐在床上 然後把手機打開 我就開始點 一片一片下去點 然後把下面每一個留言都看完 看了有些留言 我還覺得 講得滿有道理的 就是有認真做筆記 然後覺得說 確實自己有一些說話的方法 還沒有到很完整 但是有些就是批評我的外表 或者是說什麼爆牙 什麼長得又沒有很好看 怎麼會被稱為美女或是女神 我就心裡想說 就是知道這樣 我才會去戴牙套 為什麼我要去戴這麼久的牙套 我就認真把所有的留言都看完 看完之後反而更知道 自己哪些地方不足 甚至是知道原來有些人的批評 聽聽就好 看看就好 所以你一度其實 這個走到哪裡 被大家看 問 拍照 我們大家以為說 你可能還滿開心 但是你實際上覺得 你的人生滿灰澀的 就連談個戀愛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有自己開車 就常常被狗仔跟 那那種跟是跟一兩個月 都不會放棄的這種 每天上班跟你 下班也跟你 然後你去哪裡 他都在附近守著你的這種感覺 反而會覺得精神壓力 很緊繃 很大 那甚至不知道他們 相機裡面會拍到什麼畫面的時候 你會更加小心 然後不太敢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常常出去跟朋友吃飯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對不起朋友 因為朋友都被拍進去 然後他們也不是公眾人 而且很多人不敢跟你吃飯對不對 對 後來就是很少人跟我吃飯 結果沒有朋友 拍到我朋友說 拍到我朋友說 我們是怎麼大神戴個眼鏡 這個胖 微胖什麼的 對 朋友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把我拍這麼醜 然後就還在我臉上打馬賽克這樣子 然後只有學姐很好看 所以就沒有人敢跟我出來吃飯 我也不太敢約人家出來吃飯 甚至是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都會挑一些有包廂啊 然後沒有透明玻璃 就想說其實我也沒那麼紅 我為什麼要那麼累 所以後來就開始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轉個念 開始想一下說 其實大家如果那麼喜歡 好奇我的生活 我就給大家看 我就是這樣啊 就是 這就是我 所以你在鏡頭上看到的我 跟鏡頭下看到的我 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那如果大家對我這麼好奇的話 那我也歡迎你來認識我 嗯 很正向 那時候你覺得我 這麼年輕的女生談個戀愛有錯嗎 對 我就覺得 這樣會影響到你交友 我就是一般的交友 認識朋友嘛 那有時候會跟朋友出去吃吃飯 甚至還有一次是我出去 跟男朋友去逛街 然後有朋友 路人吧 就是拍照 傳給媒體 然後媒體就打來問我說 你是不是幾點幾分的時候 在哪一個店裡面逛街 很累 我逛街也不行 民眾也太厲害了 以後我戴著口罩又戴著帽子 常常以為自己很紅這樣子 不過後來就想說 不過就是談戀愛 就是做大家一般會做的事情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大家這麼有興趣的話 那就看吧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是很開放的態度 很豁達 我開始 我就勇敢做我自己 路邊餐 我高興吃什麼都吃什麼 我高興談戀愛就談戀愛 你們關心的話就 大家有合適的機會 就讓大家關心一下 對 好 除了一個私生活 被人家放大檢視之外 還有一點你很不適應 你說政治人物 怎麼這麼會吵架 吵架是你的罩門 你發現他們吵架有SOP嗎 真的有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慢手型的人 所以我也不太會去跟人家 很大聲地笑 或是跟人家吵架 這樣大聲嚷嚷我都不會 我就是講話很低沉 然後很小聲 然後跟人家都客客氣氣的 想不到上了政論節目之後 發現世界不太一樣 你這樣那種發言的機會 真的有完整的十五分鐘 讓你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我反而有點不太知道該怎麼辦 你不太知道說那個吵架的點 或者是表演的那種感覺是什麼 那我一開始就是很震驚八百上去 想把我想講的話都講完 就把平鋪直樹的 把我的理論都講完之後 我發現別人開始罵我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不知所措 後來才發現節目上的效果 確實是需要一些 那你當然也需要說 在你該回擊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強力的反擊 要把那個強力的反擊 那個樣子表現出來 所以才慢慢越來越適應 節目上的這種東西 OK 好 律師應該是很會吵架的 真的 律師很會吵架 律師要有氣勢 我還記得我剛當律師的時候 是二十四歲 那都太年輕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一個氣勢要走出來 是絕對不可以穿布鞋 高跟鞋一定要穿 如果你那天要跟別人吵架 就一定要穿一個最漂亮的衣服 縱使被髮袍遮住 你都要穿一個最漂亮的衣服 那你就要站起來 就要別人吵架 真的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 這立法院動作比較大 操作的時候要先站穩 不能跌倒 對 然後聲音一定要 異陽遁挫 絕對不能像學弟剛剛講的 我就平鋪直樹把話講完 異陽遁挫 然後對方只要講到 或法官只要侵略到 我客戶的話 一定馬上就站起來反駁 這種表演是很重要的 其實有一次 妳是被誰震撼到 王世堅議員 對 因為以前都是 透過鏡頭上看到他 有一次真的在節目上 認真跟他要 對於某一個議題 要稍微有一個交叉辯論的時候 我才發現 他有些時候真的蠻厲害的 在吵架方面 不過他在搞笑的時候 也是渾然天成 就是全場的人 都會跟他鬥得這樣合合小 那他在罵人的時候很兇 但是我下了節目之後 就想說議員好像很兇 我不太敢去跟他打招呼 反而是議員自己跟我打招呼 然後常常跟我說 薛姐 拜拜 下次見 總換頻道很快 對 他總換頻道很快 不過他私底下也蠻好玩的 就是一個很親和的人 OK 好 副主持人要不要有什麼 佩婆可以指導他一下 剛剛蔡醫師講說他二十四 我二十二歲就當律師 對 的確吵架是需要訓練的 吵架可以訓練的 吵架是需要訓練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那個 要什麼 先聲奪人 第二個就是你要 你有應該還是要有 基礎的論述 因為你的基礎要好 第二個就是你不能怕 不能慌 那第二個最重要就是說 你輸人不輸陣 你的氣勢要先擺出來 像我現在已經很少吵架 我以前當議員就是要罵人 對 現在當副司長 我現在當副司長都是挨罵 所以反而現在市長 就是做時事 那吵架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回到說理智 你有力走遍天下 所以其實只是 他們那個可能就是 節目的效果 可是我覺得那個可能 不會是個長久之計 你看我也很少跟人家吵架 我當謎代表二十年 吵架次數算得出來 但是就是你也不要 你也欺負不了我 我也不會讓你欺負 要表示自己的那個 鋼鐵般的意思 對 會只給在職場打拼的 女性一些建議 你會發現 不管是黃婦 或是我們自己 在我們自己的廠商上 我們先做好我們自己之後 我們才有能力 去做其他角色 那個做好自己 因為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評價 你做得好不好 但是你自己要很快樂 那你做好這件事情之後 我覺得那個職業婦女的生涯 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你成就了自己 然後照顧了身邊 你才有能力照顧身邊所有的人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好 今天謝謝黃氏姐妹花 對我們的這個啟示 開示 我們看到正是現在 這個新女性的代表 女生真的是要勇敢 她們選擇了自己的這個人生 那也要做一個快樂的自己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祝福你們 拜拜 謝謝 我們在招待 我們在招待 的 全部都和平衡 到底還是 我們在招待 這個黑術 的 我 已經 感谢观看